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收敛一下 别走随性的道路 内鱼需要你的潮流风格 王一博出席参加广电座谈会 一身休闲黑色系穿搭 头戴于肤帽的样子 显然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们认识的王一博 行走的小乡风 时尚的 任何潮流单品在王一博身上都能成功带出圈 可是这次的王一博 一身打扮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这次王一博的这身穿着 不仔细看 真的容易有种错乱的老干部风格 在一群老前辈中的小年轻 这次戴上这顶余服帽 混在其中 居然没有突兀感 只能说一句 如果不是王一博年轻 身材好 我们确实没有发现它的存在 可见王一博这次主打一个低调谦讯 看到王一博这身打扮 不知道各位做何感想 反正王一博的粉圈就是一顿猛烈输出 我家哥哥穿什么都是酷的 都是帅的 说实话 这倒是实话 就王一博的这身衣服 换个人都给你整出中年大叔的集市感 这可不是年轻人可以模仿来的 王一博私服很有自己的喜好 喜欢滑板之后 那就是放飞自己 大长腿收敛起来 休闲裤 胯裤一穿 谁都不爱 哥要的就是随性舒服 每次出现 粉丝肉眼可见的按捺不住 想要帮王一博提一下裤子 老担心一步小心裤子都掉下来一样 没办法 王一博喜欢热爱的东西 从来不是口上说说而已 而是付诸于行动 从穿搭到配饰 统统换了一种风格 昔日的爱豆风 如今的裤盖风 现在的老干部休闲风 把我们的眼睛给洗过一次又一次 逐渐适应了现在的节奏 话不多说 小肥妖之想说 王一博请你收敛一点 别再如此随性 你是我严厉的白月光 不是隔壁村头的老干部 这次我们的王一博 其实就是整体给人一种老干部的即视感 得益于他的这顶余夫帽 入眼的一瞬间 我就笑出了声 哥哥你是低调了 很配合这群中老年的聚会场合 人家穿的都比你时尚 反而这个小年轻 一本正经的老干部穿搭出现 果然与众不同 这个帽子实在有种显眼包的即视感 那就是萨洛蒙家的户外鞋 其实王一博代言蒙可赖后 逐渐喜欢上户外运动 从他的多次出现就发现 户外元素越来越多 特别是鞋子和裤子 经常出镜的这双鞋子 还有滑板鞋 基本上轮流出现 其实这次的显眼包 适于肤帽 整体穿搭还是王一博的黑色系 裤盖运动风 唯有这顶帽子 直接给我们洗了一下眼睛 还是想说一句 我们的波波 请你收敛一点 别太随性自在 内于需要你的潮流 需要你的裤盖风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